你好,我是折着王子 有位网友留言牌号说想学一下折着新世代里面的立体压 今天我们就来折一下 它的折法比立体额前面多增加了几步,形成头部 后面的步骤跟这款立体额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开始学习它的折法 我用的指边长15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另外两个角对折一下 找一下中间的点,只要压一下中间就好了 中间这里压一下 展开 然后左特的边折向这个中心点 展开,上面的边折向这个中心点 展开 然后这样看,放到背面 沿着交叉点把它往里折一下 展开,翻回来 按照这些折痕把它收到一起 形成这样 这里 下面两侧的斜边往里折 然后展开 第一层纸放上去 按照折痕往里收 下面这一半按照折痕往里收 上面这一半往里收的时候 距离下面的尖角要留出一小段 把它压好,形成这样的效果 这一侧也一样 这小角往里收,下面按照折痕往里收 上面收的时候,距离下面的角要留出一小段 你看这样 把下面的角折向上面的角 折一下 然后 把这个折痕往里折 把这个折痕捏起来 往里折 我们翻开 从里面看 捏起来 留出一小段 把它往里折 形成一次断折 然后翻过来 形成这样的效果 尖角稍微往里折一小段 接下来翻到背面 左侧的边,折向右侧的边 只要压一下下面一小段即可 压出一小段 展开 把这个角往里折 下面的角对齐刚才的折痕 然后这个边往里折 上面的角往下折 折这段的大概三分至二 大概留出一小段就好了 留出一小段 折一下 展开 上面这一半 把它对折 从后面对折一下 然后展开 这样看 把这个部分对折 同时后面的部分撑开 这个中间往里挤压 两侧并到一起 把它调整的顺畅 右侧撑开 左侧 挤压到一起 这样 这个角往上折 这个角往上折 展开 按着折 还翻折进里面 左右两侧的小角稍微往里折一点 看下面 下面把它撑开 图解里的教程是这样 弯曲折压一个弧线 我们这样把它撑开 再一条横线 然后这里也撑开 下出一个四边形的折痕 形成一个平面 这样比较站稳 然后尾部稍微往后撑开一点 上面头部这里 向右侧翻 撑开 重新对折 挤压到一起 调整一下 后面的小角 撑开往下折一小段 再把它往上翻折 露出一个小角 调整一下嘴巴 这样一款立体鸭子就完成了 想学更多关注折折王子 我们下期再见